很多女人之所以不愿意嫁人,那是因为她们惧怕婚姻,她们倒不是惧怕婚姻本身,而是怕遇到集挺婆家人,怕自己一旦结了婚,那自己跟男友之间原本纯粹的感情会在集挺婆家人的缠活下变得不再纯粹,甚至会变得面目全非。 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起人忧天,哪有那么多的集挺,哪会那么倒霉,正巧遇到那种集挺婆家人。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起人忧天,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周围人的生活,我们就会发现那样的集挺并不少,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很多离异的夫妻,她们离婚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她们之间有了第三者,而是因为集挺婆家人的存在。 在这样的婚姻中,女人刚开始会忍耐,忍耐过后,会在忍无可忍之下爆发。 于是,婆媳矛盾,姑嫂矛盾就会接踵而来。 之后,在丈夫的不作为之下,这些所有的矛盾会转化为夫妻矛盾,如此,婚姻也就走到了末路。 金灵就不幸遇到了这样的集挺婆家人,也是因为集挺婆家人的存在,她跟丈夫宁缘才会走到离婚那一步。 原本,金灵跟宁缘还是很恩爱的一段,在所有人眼里,他们是现在这社会少有的恩爱情侣。 但就是这么恩爱的一段,在步入婚姻后,却成了怨偶。 在金灵看来,这所有的不幸都是她婆家人带来的。 其实,两家人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出现了端倪。 宁缘的母亲直接说自家出不起彩礼,也买不起房,还说愿意嫁就嫁,不愿意嫁就拉倒。 因为宁缘母亲的态度,金灵的父母对这桩婚事是非常不满意的, 他们觉得就算未来女婿是个好的,但有这么个妈,以后女儿嫁过去,日子也会过得鸡飞狗跳。 若是女婿也受到了影响,那两个人很可能就会过不下去。 后来,金灵想想,当时她父母的那段话简直就是神预言,还真就被他们给说中了。 但当时,她却没有认可父母的这些话。 于是,在她的坚持下,她还是嫁给了没房没车,还出不起彩礼的宁缘。 原本两个人计划着租房住,但金灵的父母心疼孩子,就给她全款买了套房。 这才让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 她是怀着憧憬搬进新家的,她以为她跟宁缘,还有未来的孩子,会在这里度过未来的几十年,她甚至开始规划起了他们的未来。 但婆婆跟姑姐的到来,却破坏了她所有的规划。 婆婆竟然说老家的房子已经卖了,没地方住了,要全家人住到金灵这里。 金灵是不想同意的,但看着宁缘祈求的眼神,她还是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金灵以为,婆婆跟小姑子至少会有那么一丝作为客人的自觉,但他们却丝毫没有见外,还真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 他们甚至还把金灵当成了庸人,在她的家里作威作福。 一开始,金灵选择了隐忍,但她的隐忍并没有换来他们的适可而止。 他们开始得寸进尺起来,竟然开始挑剔她的厨艺,还总是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有的时候,小姑子还会邀请一些乱七八糟的朋友来家里做客,最后把家里弄得一团乱, 还要金灵这个嫂子来收拾。经历了这些后,金灵实在是受不了了。 婆媳矛盾和姑嫂矛盾也逐渐浮出水面,渐渐地,家里被几人闹得鸡犬不宁。 所有人都在指责金灵,说她不该太过计较,说她不把他们当成一家人。 甚至原本站在她这边的丈夫也改变了之前的态度,开始觉得她看不起她的家人,看不起她。 看着婆婆和姑姐那得意的表情,看着丈夫那失望的眼神,金灵觉得这日子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她冷静地想了一夜,然后就提出了离婚。 她庆幸,在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就了解到了这家人,也谢谢他们坏心办好事, 没让她因为孩子被彻底绑在这段糟糕的婚姻里。 宁愿是真的没想到金灵会提出离婚。 她虽然对金灵这段时间的表现有些失望,虽然觉得金灵有些看不起她和她的家人, 但她也知道,以她的条件,能够娶到金灵,已经算是幸运了。 所以,她是坚决反对离婚的,但她的反对却没能动摇金灵的决心。 于是,最终宁愿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离婚后,宁愿一家只能租房度日了。 之后,宁愿也试着追求过几个女人,但人家一听她家是那么个条件,就都不愿意了。 倒是有一些女人愿意跟她在一起,但那些女人她又看不上, 而且,她们的要求也太过苛刻,竟然想要她入赘,还要她保证以后不跟亲妈和妹妹联系,她怎么可能答应。 于是,直到七老八十了,她依旧是单身状态,日子过得极其凄苦。 而金灵呢,离婚后,在找的时候,她就擦亮了眼睛,不仅考察男人的脾型,还考察了她家人的脾型,就连他们的习惯也都打听得清清楚楚的。 于是,再婚的金灵,就真的过上了她期望中的生活,跟丈夫的感情也很好。 她的一生是幸福的,也是美满的。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能够明白两个道理。 一,在一段婚姻中,女人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不要为了维持家庭和睦,就忍气吞声,不断妥协。 面对极品的婆家人,女人一定要学会反抗,若对方实在无可救药,女人也就没必要继续这段婚姻了。 女人一旦结了婚,总会面临各种挑战,而大部分的挑战都来自婆家人的刁难。 有些女人脾气爆,有什么说什么,面对婆家人的刁难,她也会及时反击,甚至会言语犀利地回怼。 这样的女人,就显得很不好惹,再厉害的婆家人也不想总是碰钉子,所以,几次过后,也就掩齐息鼓了。 但那些脾气好的女人,在面对婆家人的刁难时,总是因为各种顾虑,选择隐忍,而婆家人看到女人的这种反应,只会得寸进尺。 如此,女人之后就只能在婆家人的压迫下过活了。 所以,在一段婚姻中,女人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不要为了维持家庭和睦,就忍气吞声,不断妥协。 面对极品的婆家人,女人一定要学会反抗,若对方实在无可救药,女人也就没地要继续这段婚姻了。 二男人在婚后,一定要明示里,要认清谁才是最亲的人,不要为了胡搅蛮缠的家人,而伤害妻子,男人要懂得护住自己的妻子,这样才能拥有一个稳定而温馨的家庭。 很多男人,婚前甜言蜜语,发誓要对女人好,发誓要护住女人。 但在婚后,妻子和他的家人发生矛盾时,他又会下意识地偏向他的家人,把妻子当成外人。 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帮着他的家人折辱自己的妻子。 他觉得自己没做错,因为他潜意识里就觉得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那都是因为妻子没做好,错在妻子。 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行为会给妻子带来极大的伤害。 妻子会觉得丈夫靠不住,觉得这段婚姻没有安全感,继而会觉得这段婚姻失去了意义。 所以,男人在婚后,一定要明示礼,要认清谁才是最亲的人,不要为了胡搅蛮缠的家人,而伤害妻子,男人要懂得护住自己的妻子,这样才能拥有一个稳定而温馨的家庭。